這是美國的答案 對我們的敵人的危機 它的任務都清晰了 但明顯了 以強力的拘捕 巨大戰艦從太平洋水域升起 氣勢磅礡 這是美國最具威嚇力的戰備之一 上頭不滿核武器 我們在海外海洋海洋 ABC新聞記者獨家登上免疫號潛艇 它的長度足足有兩個足球場大 期待20枚彈道導彈 每一枚頂部裝有12枚核彈頭 能夠摧毀4000英里以外的目標 我們正在嘗試防止這個艦船 ABC記者獨家進入潛艦內部 看裡頭150名人員 如何在水底下運作24小時 這是河洞池的飛沙埠 裡大陸的飛沙埠 9000列的飛沙埠 但在中間就在這裡 這部雷的飛沙埠 中間就在河沫時 在那邊發佈吋 超 Roma隻小火星 超級冰尼在河沫時 草船艇 20多 10六層中間就在四個人眨層 大紅磅層 這些飛沙埠 最多的最殺船艇 被使用的 潛艦里的工作随时都要上井发条 AVC镜头直齐人员训练 潛艦人员演习成功 但在现实世界中威胁与日俱增 美国头号敌人之一俄罗斯 不只在西边与乌克兰作战 俄国的太平洋舰队 4月中旬在日本海海域 也发射了两枚口径巡弋飞弹 抗议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联合军演 至于中国也传出最新打造的新型核潜艇 配备隐形推进系统和巡弋飞弹垂直发射系统 从中国本土就能威胁到驻关岛美军 美国总统拜登才刚结束亚洲席 与南韩讨论应对北韩核威胁 与四方安全对话盟友讨论印太局势 面对各国日渐壮大的野心 美国尽管是世界强权 还是得战战金金 随时做好准备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